我想问388 它说它可以持有中长线 想问有什么价位入口 如果持有中长线的话 其实这些位置也可以 但真的要问自己是否有这样的 持货能耐 或者是可能能够住的情况 因为其实我叫你就算这些位置买了 不是等于它短期不会下跌 因为你下跌的方向 我觉得几率也是算大 因为跟着市场走 而且本身你看到所有走势 是倒转了线或者是压在楼下 其实都预计了不会短期有什么大跌 所以还有机会是会再跌倒一点 所以如果真的下跌一个长线 不是不行 但是刚才提到 要好问到自己是否真的有这样的 持货方向或者是分转买 如果是的这些位置可以 但如果不行的 纯粹只得住钱 或者是现在可能在长线 突然之后下跌两格又害怕的话 那就不是太建议了 因为刚才提到短期真的说一下 所以不会立即 有一个很明显上升的空间 最后帮潘潘 他就想问有没有什么股份 他说是稳固而现在股值够残 是否没有 而股值够残可以骂的呢 我想他的意思是想 插中长线那种稳固 我认为股票市场就很难 非常稳固 没哪种是长城的 特别讲股 早几年都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说 从板块角度来说 比较是可以持久一点的 譬如刚才我们也有说的一些 银行类别 或者一些电信类别 这些会是好一点的 特别香港一些的电信股 其实都不差的 就是你看8号仔其实都很强的 因为息油真的高 所以这些我觉得 如果你说 考虑一下中长线 其实是计算收息因素 这些都是绝对可以留意的